中共国将被踢出发展中国家行列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3月27日以415票对0票一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依法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逐步消除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标签 该项法案将反对在美国加入的任何条约、国际协定或国际组织中将中共国列为或视为发展中国家 美国参与的每个国际组织中应将中共国视为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 并对其实施相匹配的待遇机制 要求美国国务院致力劝说相关国际组织确保中共国不会再得到任何为发展中国家而设的特殊优惠待遇或国际援助 法案发起人加州共和党籍综艺员崔英玉表示 中共一直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来玩弄制度 肆意在某些条约或组织中掠取发展中国家的特权与利益 侵害了真正有需要的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中共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企 占全球经济18.6% 规模仅次于美国 理应视为发达国家 另外宾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苏珊怀特指出 该项法案是非常重要的两党措施 鉴于过去几十年 中共始终未能在国际组织和条约中克尽本分 因此法案还会指示美国国务院 匿定一份针对中共国的报告 以审核所有的根据成员国的发展状况 而制定不同执行标准的条约谈判